没有店面只靠贩卖机 有店面也有贩卖机 商家怎么样利用贩卖机做生意 股市上扬待望新股发售 下半年新股市场还有什么好看头 如果你有留意看四周的话 你会发现现在自动贩卖机多了许多 食品公司使用自动贩卖机 是整个食品业转型蓝图的一部分 目标是让他们在不增加人手的情况下 提高生产力 我们接触的食品公司 他们利用贩卖机 更多的是要应付开店租金高的问题 的确贩卖机占的空间比店面小许多 而且如果地点选得对 还能够24小时都有生意可以做 就有商家完全没有实体店 只靠自动贩卖机来做生意 而且这么做的不只是做餐饮的 还有零售商 一只只可爱的玩具熊 在玻璃厨里等着顾客来买 我们目前有大概30家贩卖机 在全岛的大概7个地方 50多年老字号的礼品公司 两年半前在现任老板收购后 便逐步将4间实体零售店关闭 改用自动贩卖机售卖公司的礼品 因为是租金太高了 当时一间店的租金大概是2万多 那不包括员工在内 对 所以我们就决定了 关掉4家店 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看到 贩卖机的那个增长的趋势了 所以我们心里已经知道我们要什么了 公司估计相对之前的实体零售店 在租金方面节省了六成左右 便宜大概有60%吧 那你看我们 我们关掉了4家零售店对吗 一间零售店的租金大概是2万 四间就8万 那如果我们省了60%就是大概5万对吗 我们就用这5万块来投资其他的 投资在其他的贩卖机 然后也开始规划 我们将来要怎么样 跟上一层楼 这样 同样的 行日良也因为租金 选择通过自动贩卖机创业 卖沙拉 其实开始的时候是想要也要开一个沙拉店 在CV那边开 只是发现到那个房租很贵 就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两年前 在那边那个一个普通的店面 都需要8000块到1000块的房租 一个UMR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使用方卖机来卖沙拉 后来放一个方卖机在那边 可能跟那个业主的话 那个安排也1000块以下 所以我们省下了那个 那个房租 行日良拥有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期间 常吃沙拉 一次和朋友聊起创业点子时 碰巧朋友是一位